原本安排略是蒙特勒區 聖誕老公公村的官方代表 與師生進行一場座談 不過門口突然出現 獲身駕駛的聖誕老公公 令現場人員是相當驚喜 很驚訝 一開始沒有預料到 他會從外面進來 所以對 驚訝 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完全沒有料到 我們的學生聽到聖誕老公公要來 都非常的欣慰 非常的高興 因為一輩子都沒有看過聖誕老公公 雖然現在離聖誕節還很遠 但由於聖誕老公公的出現 學生也以歌唱來表達 對這節日的喜愛 這場活動是完全用英文 來交談 所以也是給學生很好的學習體驗 而瑞士來訪的官方代表 對水里國中學生的英文程度 是相當稱讚 他覺得我們學生的英文程度 其實是不錯的 尤其是學生他有在信裡面 提到水里的人事物 然後我們的副局長覺得 他覺得很感動 然後他想要來看一下他們 因為透過這樣子的活動 一開始的書信往返 的確學生就要花些時間去查字典 然後現在聖誕老公公的出現 當然一定會收到禮物 而能夠從擴增價值的 聖誕老公公拿到禮品 相信學生一定會終身難忘 議員陳昭毅對校方能夠安排這樣的活動 是非常感謝老師們的用心 活動中也讓來訪的國外貴賓們一起體驗寫書法 而不知該如何握筆也讓現場出現歡樂聲 這次瑞士官方代表也播放了聖誕老公公村的人文風情 並歡迎師生們來訪遊玩 明星期望懷有懷 隨你採訪報導